嗨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卡路斯 今天我特地改用廣東話和大家做視頻 因為今天是想和大家談談粵劇和粵曲 粵字就是廣東 所以今天就用廣東話來和大家做視頻 為什麼今天有興趣和大家講粵劇呢? 因為前幾天我發了一個視頻出來 而我所講的視頻是和粵曲考級有關係 就是這個了 考試錦囊由遠紹輝教授主理 片中各個考試引用了第一、第五和第八級考題作例子 正因為這個視頻引來不少的粉絲向我詢問 有關這個考試的細節 例如有人問請問你老師在哪裏可以考 喜歡聽、唱、學 也都有人提出異聞 他一直很欣賞我的視頻 就本題來說有值得探討的地方 他是覺得粵曲和粵劇是兩大分類 這位粉絲認為曲是唱的 粵劇是唱作連打都有的 那這裏只是講粵曲而已 那沒錯的 因為我這個視頻 是講明是粵曲考級試有技巧 並不是考粵劇的 所以你看到考官所問的題目 都是和唱粵曲的關係大一點 例如考學生如何看負面斜譜 例如考學生如何看負面斜譜 考學生如何聽到音 以至聽完能夠唱出來 當然整個考試範圍包括好狂 像這裏還要聽鑼鼓點 有些人不知道什麼叫鑼鼓點 原來打鑼鼓的師傅 包括掌板 他們都是根據一些叫做鑼鼓點 例如這個叫快訟點 打出來的 其實都是一些柏子來的 不說你也不止 原來鑼鼓點是可以讀出來的 鑼鼓點的 鑼鼓點的鑼鼓點的 鑼鼓點的鑼鼓點的 鑼鼓點的鑼鼓點的鑼鼓點的 鑼鼓點的鑼鼓點的鑼鼓點的 鑼鼓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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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鑼鼓點的鑼鼓點的鑼鼓點的 至於還有粉絲 就說美女的聲音 通透到好像李寶瑩一樣 當然啦 這位考生是假裝出來的 這位是我們香港 現在新一代的 他真的可以說是唱、做、拍和、驅街 可以說是前途無可限量的 大家約了看過這個考試的情況之後 就知道這個考試是包羅萬有的 究竟這個考試是怎樣走出來的呢 這裏就有一段故了 因為說回很久之前 學粵劇 哪裏需要考試的 專業的可以踩台板演唱 當然什麼都會 不專業的 就三五成群圍著 大家一起在唱小曲這樣 就當自如的 但是你又想一下 現在什麼樂器都可以考級的 無論你彈小提琴 彈鋼琴 或者拉二壺等等都可以考級的 如果一個家庭有三個小朋友 大兒子學鋼琴 二兒子學二壺 三女學粵劇 就好像余小姐小時候那樣 很小時候已經唱得很厲害了 而阿大阿爾就考了八級演奏級 老三就被親戚問及 小妹你現在粵劇唱成怎樣 她由七歲唱到現在都唱到五六年了 你問多少級 沒有的 那就很醜了 很醜了 於是在我們香港的粵劇人士 包括好像剛才你看到 阮曉輝教授 再加上我自己的恩師阿詹太 我恩師阿詹黎淑貞博士 又或者粵劇方面的專家 陳小仁博士等等 他們一早就有一個叫粵劇學者協會 我當然我都是會員之一 但是就由他們帶頭發起 去搞一個粵劇的考試出來 這件事不簡單 搞一個粵劇考試牽涉很多東西 因為一個考試要得到國際的承認 必須跟一些很有制度的學府 或者大學去合作 於是粵劇學者協會 就跟了英國的一間西倫敦大學合作 就搞了這個課程出來 這很奇怪 為什麼會跟英國一間大學 去搞粵劇的課程呢 大家不用奇怪 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參考 這間大學的評分 以及課程架構的制度 所有教學的人 以至考試的人 都是我們本地粵劇知名人士 或者是學者的 我親眼看著 我老師花了很多年時間 就從我手上這套課程出來的 當中有1至8級的 每一套課程裏面 有各級需要考的曲目 例如一級數百欄 好錢的 小朋友都懂的 此際不防延底韻 蕭郎命援董宗輝 乃是公王的血印 至於我自己都有考過這個課 我當年呢 就考過五級的 夜無二無多 恩狂經日短 何曾馬上 閒攻箭 獨仙填詞 事故援言 為什麼一個西樂文樂出身的人 都可以考到五級呢 就是全球這套課程和教材 先講一下這套教材呢 做出來的時候 幾經波折 因為最當初 負責教的 或者負責考的 他們都覺得不應該有個考試 嘩 我們唱了幾十年 你突然搞個考試出來 是不是就是說 我們的大佬觀 要每個人去考這個試 等於有些內地的鋼琴家 來香港 要考一個英國王家音樂學院的 八級鋼琴考試 為他們來說 也是一種貶低的身價 但後來經過不同界別的磋商 最後呢 大家都有一致的想法 但剛才我舉個例子 都要給老三考好一個試的 由幾年前開始 才做一級 三級 五級 今年呢 已經八級都有了 將來呢 還會發展去演奏級 演唱級 至於有粉絲問級呢 在哪裡有得考 照我所知 本身這個考試 除了在香港 澳門我們都有設立基地 其實內地都有的 不過因為辦成了這個考試之後呢 疫情就來到 所以就沒有辦法上到內地了 但我相信呢 將來一定會向內地開發的 那今天最後一個話題呢 至於有人問及 喂 我們在內地呢 唱粵曲和做粵劇分開的 我們有曲藝團 也都有粵劇團 照我所知呢 香港就不是這樣分法了 香港的所謂曲藝呢 就不至於去到 有個團隊去演唱這樣的 香港呢 有些曲藝社就是呢 就是呢 就是剛才我講的那些業餘的 三五成群 一起去操曲啦 等著有班師傅在那裡拍我 那大家開開心心唱歌 而香港呢 認真去學習粵劇呢 一般都是唱念造 大家一起學的 那譬如我自己呢 都一直有出去外面的社區呢 去學習粵曲的 那班上面呢 老師會教我們唱腔 現在我們在唱這一段呢 就是梁山伯 三百幾落 大草陰的大雨 當時呢 我就剛剛學的 就是唱得真的不太好 除了唱腔之外呢 你會見老師呢 都會教一些女同學去做做手 或者是一些的舞步這樣 不過我自己骨頭硬呢 就沒去學的 那我要老師呢 很厲害的 他做拍戶也可以 剛才呢 教做手啊 跳舞什麼都可以的 因為他以前呢 是廣州踩台版的 那經過我今天的講解呢 希望大家對我們 在香港所搞的這個 這個月曲效急事 有更多的認識 你也知道我們在香港 有多麼重視這個月曲的傳承 和這個月劇的發展的 好啦 今天分享先到這裡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視頻的 請你關注點讚 還有轉發啦 拜拜